破一千訂閱 同學有帶你閒眼睛嗎 眼睛是一個瘦器 嗨 大家好 我是芬姐 今天呢 這個場景有點奇妙 我們破一千訂閱 特別企劃 那今天呢 不是芬姐的日常 是芬姐的專長 後面的這些 都是我的學生 好 那我們今天呢 要在這個課堂上 教學 那我們就開始囉 好 眼睛呢 它有六條肌肉 六條肌肉呢 就是讓我們眼球 能夠自由的上下左右轉動 可以 豬的眼睛只有五條 人有六條 所以我們的 這個眼球的轉動的角度啊 靈活度都會比豬好很多 好 最前面這個透明的這個是 角膜 同學有帶隱形眼鏡嗎 沒有 隱形眼鏡的附貼的地方 就是在角膜的外側 這個後面 我們看到的白眼球的部分 好 白眼球的部分呢 是 是拱膜 角膜在最前方 它其實是透明的 角膜裡頭呢 會有一層這個液體 這層液體呢 叫做水樣液 來 我們水樣液裡頭呢 會有一個特別黑的位置 叫做瞳孔 那瞳孔的外側呢 就是紅膜 那紅膜呢 就是不同的人種 它的紅膜顏色會不一樣 像我們是東方人 我們東方人的紅膜是 咖啡色 深咖啡色 那如果是外國人 有沒有 歐美人的話 他們的紅膜是什麼 藍色 對 那我也看過綠色的紅膜 所以不同人種 紅膜顏色不一樣 好了 那紅膜呢 會決定瞳孔的進光量 好 所以呢 當我強光照射眼睛的時候 我的瞳孔會怎麼樣 縮小 那 弱光的時候 像進電影院 弱光的時候 瞳孔會放大 那是紅膜 會讓它放大跟縮小 好 那在紅膜裡面呢 這個 非常重要 這叫做水晶體 好 它也是一個透明的 等一下 接口之前的時候 你們都會看到 好 水晶體呢 它可以厚跟薄 厚跟薄的變化 好 它是負責在我們眼睛裡面 扮演調節焦距的角色 好 那它的厚薄變化呢 由上下兩塊肌肉 應該是環狀的肌肉 上下的肌肉呢 來決定它的厚薄度 這上下肌肉呢 叫做結狀肌 結狀肌收縮的時候 水晶體就會變厚 那結狀肌放鬆的時候呢 水晶體就會變薄 可以 水晶體呢 就是像透鏡一樣 好 那在水晶體裡面呢 這個就是玻璃體 它可以提供我們眼球的這個營養成分 好 那還有這個最後面 就是我們的視網膜 好吧 好 這是視網膜 好 那視網膜呢 在後面呢 來這裡 這個就是神經 視神經 就問一下各位 眼睛是接受光刺激的呢 產生視覺的地方在哪裡 大腦 對 好 大腦 視覺趨勢在後腦勺 所以如果有人車禍撞擊 撞到後腦勺的時候 它就有可能失明 短暫的失明 或者是永久失明 都有可能 那我問你 眼睛這個好不好 會不會影響到你的視覺 會 會啊 會 對 會 所以這個叫受氣嘛 對不對 眼睛是一個受氣 它接受刺激 如果今天接受到的是一個模糊的影像的話 我的視覺就會怎樣 就會模糊 對 所以眼睛要保護好就是這樣 好不好 它是一個受氣 那如果這個受氣呢 在該透明的地方不夠透明的話 我的視覺就會怎樣 就也會模糊 白白的 那就是什麼 白內臟 對不對 好 OK 有同學要害怕嗎 我再問一次害怕了嗎 不會 我覺得你們超勇敢的 這個是眼球 黑眼球的部分 白眼球的部分 好 那我們呢 就是從這個 藍腰解一圈 那我們要開始解剖了 好 各位觀眾 等一下可能畫面會有一些 會讓你不舒服 你可以直接跳到後面去 好 OK 那我現在呢 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把肌肉都剃掉 好 注意耶 有人吃 有人烤著吃 炸著吃 但是我覺得超噁的 你不在吃的時候 那個眼睛一直看著 你不覺得怪嗎 有魚 有魚 我現在這邊 還是在剔除肉 我還沒有真正開始解剖哦 那請 等一下 同學在操作的時候 你就是把這個肉 好 盡量先剔除乾淨 才比較不會影響到 你們的觀察 來 我們讓眼睛再看各位 白色的部分是什麼 就是拱膜 我們在解剖的時候 如果發現 我盡量把它在中間盡量 然後呢 不要的東西 你不要東西把它弄到旁邊 不要把整個 整個盤子弄得噁心 好嗎 好你盡量一直在同一個點 一直下刀 可以嗎 你這樣比較不會一直 換角度 好來 來開始呢 藍腰剪斷 首先會流出來的就是後面的玻璃體 好剪完以後 我們就是分成前半跟後半 好嗎 好 那你看一下 好 這個後半的部分 視網膜整個都是黑色的 好 黑色的 好 那 後面呢 接到的就是視神經 那有一個特別凹陷的地方 像這個地方 好不好 這個就是盲點 好 這個盲點 你們等一下自己的眼睛就會看到 直接眼睛 對 對 好 那前面的這個液體呢 你就讓它流出來 好 沒有問題 玻璃體 呃 好 玻璃體 好 這個是水晶體 看到嗎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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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然後呢我來試試看它放在小A上面是放大還是縮小 好 你們看起來 好看起來是 放大 好 這一塊是腳末 它是有一點半透明的 好 然後中間呢有一個小洞 那個是瞳孔 好 同學等一下我們在操作的時候也是好 拿兩支鑷子 一邊 一個鑷子呢 做 扶著 然後另外一個鑷子呢 去幫忙撕 好 紅膜拆下來了 紅膜 想辦法把它弄整齊 好這個還可以啦 好 技術 好 這是紅膜 這個是四神經 四網膜 腳膜 紅膜 水晶體 眼睛是我們的靈魂之窗 隨著科技的進步 我們每天用眼的時間增加 造成眼睛的負擔和疲勞 眼睛也是需要保養的 均衡的飲食 充足的休息 使用3C產品要節制 不要在黑暗中看手機 保持適當用眼距離 定期視力檢查等等 你保留住四神經 然後把那些小肉 你掉 這一組女生真的是 還蠻厲害的 這感覺很專業 這隻豬白內臟 滾過去吧水晶體 那麼小 那麼大 寫自己的名字好嗎 這是細活 你知道嗎 慢工出細活 一邊撕呢 一邊給它旋轉一下 他今天為我們犧牲真的是很大 然後呢 你看喔 他這邊有一個凹洞有沒有 盲點 盲點 對了 這個就是盲點 好拍照拍照 下一期我們要介紹近視 閃光 老花等眼睛問題 這一期感謝珠寶們 為科學研究做出重大的貢獻 請在下方按個讚 不想錯過下一期的朋友 請記得訂閱我們 打開小鈴鐺 分解的日常 YA 他們就去看 在下方按個讚 說明 後來 對 有趣 有趣 有趣